巴黎奥运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争夺,张本志和对阵樊振东。 结果,张本志和在大比分2比0领先,3比2领先的情况下,被樊振东拖入决胜局并成功逆转。 局间暂停时,张本志和与教练交流称, 别说让我打3-0,打10-0我都不会乱,这才2-0。 看来,张本志和输球很不服气,他在对阵国拼时确实发挥了非常高的水平。 张本志和,整场比赛更多时间占据主动,只是关键球没有处理好。 从整个比赛过程来看,樊振东相当被动。 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,张本志和,一上来蛮不讲比的近台反手速度搏杀,给了樊振东相当大的压迫感。 由于速度太快,一板比一板快,打得樊振东没有办法加上质量,用力量和旋转来压制张本志和的速度。 张本志和对这场比赛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 技术上,主要是体现在两点。第一,反手相持,快变正手直线。 樊振东最有杀伤力的进攻手段,就是反手强强相持,东阁单板质量高,力量大。 这是打穿任何对手的第一力气。 然而,张本志和,比拼反手上丝毫不拒,相持中还能突变正手直线,导致樊振东失位。 也就是说,樊振东最强的得分手段,在打张本志和上没有占到太大便宜。 第二,台内球敢于搏杀,让樊振东没有太多反击机会。 张本志和对樊振东的发球落点、旋转,判断非常准确。 台内直接暴拧,几乎在一,两板内就得分了。 这也让樊振东发完球后,没有太多相持拿分的机会。 对于樊振东台内空短,张本志和,也是敢于直接暴挑得分。 前三板的争夺上,日本一哥也是占了上风。 相持不怕你,打得比你还坚决,前三板搏杀命中率非常高。 这是张本志和,能够处理大比分领先原因。 相反,樊振东在揭发球上,一位过多去摆短,摆高之后给了张本志和太大的搏杀空间。 再后,樊振东也表示,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,或许东哥的压力太大了吧。 开局阶段,让张本志和打风,樊振东确实也没有太放得开。 张本志和,男单四分之一决赛,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,关键球没有做好,是失败主因。 不得不说,张本志和,险些让国平提前无缘男单金牌,他已经给了樊振东技术上,心理上足够大的压力。 一个不服,一百个不服,张本志和,输球主要是关键局,关键球的把控,与樊振东还是有差距。 大比分2比0领先之后,樊振东更换球衣回来,他在第三局采取了站在中间发球,这让张本志和,反手拧有些犹豫。 这个站位他拧到哪里,樊振东都有正,反手回击的机会。 正是第三局拿下来之后,樊振东有了喘息的机会。 如果这一局,张本志和,拧得坚决,大比分3比0领先的话,那樊振东翻盘的难度就很大了。 决胜局,双方比分来到7至80,樊振东不再摆短,而是直接批偿到,张本志和,反手底线,这个球让对手很难拧出高质量。 张本志和,侧身正手进攻,被樊振东打了回头。 就此,张本志和,输掉了整场比赛。 从全场发挥来看,张本志和,应该是打出了近年来,对国平最高水平的一场比赛。 或许有球迷认为,张本志和,大赛发挥非常不稳定,随时可能一轮友, 只是一旦他拿出最好的状态,确实有击败樊振东、王楚清的实力。 通过这场比赛,国平也应该真正认识到,张本志和,进步的空间和大赛上的杀伤力。 他仍是国平男队投好对手,大家赞同骂。 而本场的赛后,张本志和,第一时间的反应非常真实,虽然说他也出现了笑着去祝贺樊振东的场面,但是有一个场景是不会骗人的。 赛后当张本志和和樊振东握手的时候,可以看到他突然露出了笑容,而且和樊振东说了几句什么。 都知道,张本志和的中文说得非常好,比赛暂停期间和教练说的也都是中文,所以当时他笑着过来祝贺樊振东的时候,瞬间也是引起了一片热议。 可实际上,张本志和,这个过来假笑恭喜小胖的动作之前,他的真实心境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。 在张本志和过来恭喜樊振东之前,谁看到他最后时刻的动作? 先是9比7的时候,樊振东霸气拿分,张本志和非常非常不爽,甩着手就往场边走,垂头丧气已经基本上投降了。 此时你看他这个动作就知道,虽然樊振东只是拿到了赛点还没有赢,只是10比7,但是张本志和已不可能再追上了。 果然接下来,小胖通过自己纵冠全场的一个最熟悉的反手,打到了张本志和的弱点,直接得分。 张本志和此时非常非常的沮丧和绝望,整个人直接蹲在了地上了,半天没有缓过来。 就这个动作一出来,你就能够发现太震撼太刺激,樊振东赢得太艰辛了,太不容易了。 张本志和,那。 此时他真正的心境还是非常非常失望的。 这是他的一个真实感情的反应,距离战胜中国选手樊振东只差一步了,可是还是功败垂成,以后樊振东有可能成为张本志和,一辈子跨越不了的一道坎。 而且,张本志和,你过来假校恭喜樊振东之前,就应该发现,这场球,他和樊振东的技术真的是五十五开,双方都已经竭尽全力了。 到最后,拼的不是技术,是血性,是斗志,是底蕴,是你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而这些东西,樊振东有,张本志和,没有。 张本志和,赛后采访时也是眼含热泪地表示,这场比赛输得很不开心,也很不甘心。 如果这不是奥运会,他会笑着接受结果,但是这是奥运会,还好他们日本队在团体赛仍然有机会击败中国。 他还妄图击败中国,可团体赛不需要小胖,马龙都会给他上一课。 不过比赛结束后,张本志和靠在广告牌上,一脸失落,看着这场景,人们都感同身受。 他心里特别渴望能赢下中国队,一直都将击败中国队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。 张本志和,在比赛结束后表示,第六局和第七局时,他没有更多创新的策略,只能依靠对攻和持久战。 看来,他在调整战术方面很有本事。 到了第六、七局,他似乎对我已经没什么畏惧了。 从实力上看,可能我还是比他略须一筹,因为他确实比我更强一些。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,张本坦率地说,假如不是奥运会,我可能就会轻松地笑对比赛的结局。 但既然这是奥运会,即便表现在出色,输赢四分或五分都是同样的结果。 我的愿望是,他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成就。 如果他最终赢得了金牌,那么今天这场实力就毫无遗憾。 简单来说,张本志和在比赛中虽然表现得很厉害,但在比赛结束后,他总是显得非常谦虚,不张扬。 他甚至希望樊振东能赢得冠军,弥补东京奥运会上的失落。 竞技场上的比赛就是这样,需要全力以赴,赛后则应该尊重对手,找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进。 竞本志和出生于2003年,现在只有21岁,就已经差点打败了中国乒乓球的顶尖选手,这让人感到非常震撼。 他的这种低调和深思熟虑的态度,显示出了他的成熟和强大。 在社交媒体上,竞本志和分享了自己的感受,过去三年,他付出了全部的努力,但他认为自己还不够资格拿到奖牌或者单打冠军。 他承认了失败,并表示自己会用四年的努力来争取配得上冠军的机会。 这表明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,同时也非常认真对待每一次比赛。 就是这样了对自己系统的管理人家的影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